每次坐飞机的时候我都会想要是机票没那么贵 要是飞机没那么吵 要是颠簸能少一点该多好 看起来这个梦想就快要实现了 电动航班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在电力已经颠覆了火车正在颠覆汽车之后 下一个目标就是要颠覆飞机嘛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电动飞机的未来 以及它跟你有什么样的关系 尽管看起来人们对于电动飞机的热情是最近的事情 但其实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新的爱好 最早尝试把电力用来载人飞行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19世纪 当时的两名法国军官试着用电来推动一架飞艇 但他们立刻就遇到了一个问题 电池无法容纳足够多的能量为飞艇提供动力 这一经典的问题在这之后持续困扰了人们100多年 当涅格电池发明之后 第一架装上电机的飞机才真正飞上天空 只不过也就费了一次客舰休息的时间而已 然后到了1980年代锂离子电池发明了 它可以储存比以往更多的电量 所以带来的好处就是能够帮助像太阳迈动2号 这样的飞机来一次环球飞行 只不过速度只能达到45到55公里每小时 跟我骑自行车差不多 似乎并不能解决你从广州飞到上海的实际需求 所以老问题还是摆在我们面前 电池 如今即使是最好的电池 每公斤所能储存的能量也只有250瓦时 而航空燃油是多少 每公斤里面储存了12000瓦时 简直没有任何可比性 这就像是拿80年代的电脑跟今天的手机比较一样 即使它们大到根本不可能让你揣进口袋里面 也远没有一步比它小伤 轻上数百倍的手机跑得快 电池就是这么尴尬的 对于一家电动飞机而言 如果你想让它的动力更好 就需要给它换上一个更大的电池 而更大的电池意味着更大的重量 于是为了抵消那部分增加的重量 你又需要再加上更大的电池 这意味着重量再次增加 然后你还得再继续增加动力 于是又是重量增加 到底要怎么搞 不是刚刚还说电动航班快了吗 的确一边是科学家正在发明 能够储存更多能量的电池 另一边则是工程师们 正在不遗余力的改进与创造性的方法 用最快的方式打造天上的电码儿 纯电动不行 那就来试试混动呗 这不在汽车上就成熟的思路吗 美国的一家公司 就从一家1973年的塞斯纳飞机上 拆掉一台燃油引擎 然后换上一台电动引擎 把它变成了混合动力型的飞机 起名电慢 并有望在2021年获得商业飞行的牌照 更进一步 加拿大的两家公司 一家是专门生产电动机的 另外一家只是航空公司 共同将一家已经62岁的水上飞机 改造成了纯电动 并在2019年底成功试飞 成为纯电动商业飞行的首例 同时也证明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装上电机的飞机也能够带你飞 只不过咱先说好 中途得下来冲个电哦 是的 就算是从南京飞到上海 它也是需要在无锡加个充电桩的 要是你觉得上面两款飞机还是太牢 太旧不够酷炫的话 以色列的一家公司提供了全新的选择 跟前两者的旧物改造不同 它是全新设计的 爱丽丝是一架能够搭载 9名乘客续航 1000公里的纯电动 未来款小型飞机 预计2022年直飞首个商业航班 它看上去不仅扬眼 而且还很扬你的钱包 由于每小时的总飞行成本 才1400块钱左右 只是普通涡轮螺旋桨飞机的20%还不到 所以对于票价你可以有一个美好的期待 当然尽管既没有喷漆式客机 飞得快和飞得远 但这种短途的客机实际上是非常有市场的 目前全世界每年都要输出 大约21张航程短于800公里的机票 而直飞它们的却是明明能够飞得更远的 大型喷漆式客机 要知道它们一开始就不是为了短途设计的 这些大型飞机最有效的利用 就是让它们飞更长的时间 对于一个只有50分钟的飞行而言 它们刚刚爬到舒服的高度 还没有来得及泄口气 又开始下降了 既烧掉了你本不该花出去的钱 也替你捐出了大量额外的碳排放 航空业对温室气体的贡献是惊人的 可以达到全球总排放的4% 听起来似乎不多 但它几乎跟整个南北洲一整年的排放量相当 而且预计到了2040年 如果没有改变的话 碳排放量还可能会直接翻倍 所以不论是从经济角度来讲 还是从环保角度来讲 800公里以内的航线都应该用电动航班来替代 至于在稍微远一点的未来 电动航空可能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 不仅会颠覆传统航空的模样 甚至是整个出行方式都可能会改头换面 Uber正在研发一款可以垂直起降的交通器 方便将你从家门口直接送到机场 然后在这换上由空客波音 劳斯莱斯制造的纯电动科技 零排放的带你高飞 你期待吗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